今日大连邮局海关在对入境国际邮件实施人工查验时 发现了450张不明用途的境外电话卡 这么多的电话卡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 日间在大连海关所属邮局海关的邮件现场 根据风险布控指令 海关人员在对入境国际邮件实施人工查验时发现 共有9批次一模一样的邮件中含有大量的电话卡 而且收件人都为同一人 尽管申报品名与实物完全相符 但对这些电话卡的用途 收件人却用自用来自圆其说 根据风险提示 发现有来自英国的9个邮件中 含有大量包装仪制 并且包装完整的电话卡 一共450张 远远超过了这个自用的合理数量 并且涉嫌递报价格 经过初步认定 这450张境外电话卡都说不清他们的真实用途 由于这些卡插卡激活就能随时使用 为及时防止这些卡流入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链条 目前450张电话卡已被依法扣留 并将移交相关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经过我们了解 这批电话卡都是由境外的虚拟网络运营商发行 无需经过实名认证就可以进行插卡进行使用 这就存在了规避国内实名认证的电信管理制度的风险 一旦流入了国内市场 很可能被用来进行电信诈骗等不法行为 所以我们对这些电话卡一并进行了扣留 海关人员提醒 购买境外电话卡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和正规市场进行办理